随着以前的新闻,七国区公所是在了临时的洽工区去动二地办公 第二办公室在了七国都市管的一楼以及三楼的空间 市称为民来习务 公所已经启动分流办公 那部分的员工是在本栋大楼 另外有一部分的员工现在是在图书馆分流散班 那每一刻平均大概抽掉四到五人左右 那我们的主任秘书也在隔壁的图书馆散班 那启动分流就是减少人跟人的接触 那万一有疫情的时候可以保持趋公所可以一直服务的状态 公所区委运用一楼的空间 是市联合办公、减少民众进入来报 价格根据减少人的风险 刹工的时候要扭体温、掛饭、裤酒精、并车六十年座 在区域上的四季 也高的民众尽量多多利用电位刹顺 以及算上的身份减少出力公共通所 那我们现在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的区民 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 一定要戴口罩 那要减少外出 然后不要聚集 如果违反规定的话 会处罚 三千块以上 一万五千块以下的罚款 区中研究所以也会有民众尽量不要出门 出门也一定要记得掛市 希望透过全民作曲作和红衣 共同度过这次的难关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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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